1937年11月中下旬 蒋介石的南京官邸数日灯火通明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 蒋介石连续三次召集了高级木梁会议 之前由于南京统帅部的失误和日军的行动迅速 从松户战场撤下来的数十万大军一路失控馈退 逐次抵抗的设想 数日之内就化为了乌有 首都的安危悬于旦夕之间 此时三菱武团的团长张灵甫刚刚从望庭带着幸存伤兵回到大部队 张灵甫心中的巨石刚刚落地 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就向他下达了新的作战人物 即刻一师南京南郊 接防五十一师的预备阵地 七十四军正式列入南京保卫战的序列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张灵甫的部队 必须马不停蹄的连续作战 保卫首都南京在当时有很多将领是有很大意见的 但是南京统帅部最终决定 象征性防御改成了永久性防御 唐生智要打嘛 李宗人说不打 李宗人说这个地方没这么好守的 一边水三边都是平地 毕竟刚刚打了那么大个败仗 没这么好守唐生智一定要打 因为南京在国民政府年代 它具有一个高度的政治的象征了 这一方面是我们国度 一方面是孙总理身后安详之地 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惨重的习统 我们必须要坚守南京城 可以说七十四军是在宋徽战中成军的 原来它还不是一个很强的部队 当时它的部队从战斗力也还这么讲 还有它数字来讲 大概属于第二位的部队 还不属于一流的部队 二流的一个部队 七十四军当时同比其他嫡系部队而言 它的装备是非常差的 从淞沪战场撤出后 也没有任何休长 可以说是一只疲弱之师 我的这些部队是一些什么呢 是从上海撤退下来之后 田间壮丁补充 都是些田间壮丁 什么叫田间壮丁 就是前一天还在拿着锄头耕地的 第二天被我抓进军队里了 被我们弄进军队里给他一杆枪 让他跟我一起上战场 这些人可能连瞄准都不会 怎么样扣班级 头一天才学会 这个是王耀武的那个给军令部的战报里是他讲的 就是他的七十四军和包括张林浦的三连五团在内 军长余继时和市长王耀武对固守南京并没有信心 但是此时刚刚到达南京南郊高桥门的张团长却正速立队前 集合全团官兵向中山陵摇拜 并宣誓要与首都共逐忙 12月4号日军猛攻南京南郊的纯华镇 8号守军74军301团几乎全军覆没 纯华镇失手 王耀武立即命令张林浦率三连五团 向纯华镇后方的管头上方阵推进 掩护使主力转移 纯华可以说是进入南京的一个大门 当纯华县垮掉的时候 后面整个是空虚的 那在这个时候张林浦他本来 他去顶这个缺口的时候 顶住这个缺口的时候 那当然就没有任何国防公司可以移托了 他作为一个预备队的团长 才是向纯华县的被指定要突破的缺口去猛烈逆袭 那也就是他这样猛烈的力气之下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他们日军没有办法很快的 就去扩张这个战果 对方冲着反应就知道 那边我们日军的一般的那个冲锋 就是进攻模式 一般是飞机轰炸 然后炮击 最后是报复兵冲锋 张林浦迅速组织赶死队 自己端起冲锋枪 亲自率队 先日军发起反冲锋 战士们在张林浦革命精神的感召下 也异常应用 他在打仗时也在脱光前冲 就是说 他到了最 这个最最 严重对对激烈的时候 张林浦的 现在我们讲叫神仙十足的感觉 这是他的那个左臂受了枪伤 贯穿伤吧 那是贯穿伤 贯穿伤 所以他当时他说了 也是说了一句豪远壮语 当时都会的领导 但是叫他去 渡过长江回西岸看兵 当时西岸不是后方吗 看兵 他说我不能过长 当年你向往这个兵败 以后都不愿意都无想 我有什么理由 我有什么道理去 都想回去去看兵 我要咱们一生次来实现我 他自己说说的话 他自己发的事 在张林浦复伤后 又与日军熬战了三天三夜 稳稳守住了华岩寺 三菱五团成为南京中华门前的一道坚情屏障 因为他是一个重伤 重伤后来是强制性的 于基石 他们军长切磁士军的于基石 看他好像脸色苍白实在受不了 他在回录里简 是他看到张林浦复伤了 然后强令张林浦跟他一起过江去后方养伤 张林浦不去 说他是一个指挥官 他是一个团长 他有他的职责 尤其是就把他的团长之后就给录了 你现在不是团长了 跟我走吧 战至此时 南京保卫战的胜负已经没有了悬念 三菱五团的弟兄们还在城内做殊死抵抗 被军长强制带走的张林浦 想起几日前与南京共存亡的誓言 顿时怅然欲起 张林浦离开南京的第二天 三菱五团残步 转至南京赛洪桥与日军继续作战 三菱五团战至最后 几近全团覆灭 南京一役 张林浦因为伤势过重 暂别部队到后方去养伤 而就在他离开南京的第二天 12月12号南京弃首 继之而来的是日军的野蛮屠杀 战局演变至今 实在是军人之耻 只有与敌人再绝生死 才有脸告慰家乡父老 为此张林浦毕上没有痊愈 就马上提前出院 赶赴部队请求继续参战 不久之后 迎来了让张林浦声名大振的一战 万家岭大街 1938年春 归队后的张林浦 很快被提升为 153旅副旅长 兼敌305团团长 这时 51师的老兵不到一半 而前线却日益紧张 张林浦马上投入了紧张的训练工作 跟随他多年的部署 叫杜鼎 杜鼎后来做到一百军的军长 那他的练兵的方式 我们可以印证到 他张林浦所为练兵 张林浦练兵很简单 他为什么能够迅速练 练出一支可以作战的部队呢 新兵马上就可以作战 因为作战的部队的训练 一般就分成基本教练 战斗教练 他把基本教练给省略了 他直接让部队去做战斗教练 在随后的军委会校园典礼中 五十一师的表现明烈前茅 同时张林浦这支 由地方保安团临时整部的 三菱舞团的训练成绩 被评为全时冠军 张林浦的练兵才干得到了展现 他有文化 他的表情不一样 他的文化成都比较高 所以他以后呢 张林浦的以后 冲军以后 他为什么进一步比较快 由他这个原先上学 由他这个文化 也是分不开的 在当时 张林浦与很多将领不一样 他不仅仅只是一介武夫 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才子 1923年 张林浦从陕西省立 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师范毕业生 职业离不开教书与人 张林浦回到家乡 在一所小学 当起了教书先生 他不是他老师那种人 他不是男分人 我们比方讲 说人不太男分是吧 当时党教书教师 他自己不满足 他感到自己 还发挥不了自己的一些作用 因此他就 这个 又后来又被他 倒靠的时候 他又去报名 张林浦这个教书先生 没当多少天 便词别顾理 千里迢迢奔运京城 由于张林浦酷爱历史 那一年 刚满20岁的他 一举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挖分中国 各地赔款 学生就无限在学的年数 今天上街 又想 明天上街又想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来说 他无限度 他当时也看到 学生这种 上街情缘 又想 万物无理 切里不留 回家的 大的问题 看多了学生运动 张林浦渐渐发现 文人学子 仅靠高谈阔论 空喊口号 也闹不出什么名堂 心中慢慢萌生了倦意 恰在此时 张林浦的生活 出了点状况 当初投靠北大的时候 在西安工作的两位堂兄 给他凑了些资助 从小衣食无忧的他 对学费什么的 根本没在意过 张林浦缺钱花了 当学生的没有收入 他也没有勤工俭学这个概念 没办法 为了完成学业 张林浦只能硬着头皮 给父亲写了封告急信 他们家有一个买卖 店铺 但是在二十年代 陕西的冰灾很严重 陕西之间的 陕西的大小军阀 互相混战的特别厉害 他们家的店铺 很可能是遭到了冲击破产了 看到家里有难处 也觉得秀才不造反 实在难有作为 想到这里 张林浦对北大的求学生涯 也没有什么留恋的了 仅仅一年后 张林浦便辍学告别北大 投笔从容 以拯救这个动乱的国家 如今在训练场上的张林浦 想起在上海 在南京战死的那些兄弟们 和一片片沦陷的国土 不禁有些失落和迷茫 中国打一仗败一仗 打一仗败一仗 有声泰尔庄 还有声平行官 是打胜的 但是大局还是败的 你说中国人打不过日本人吗 中国武器差 装备差 训练不好 还有各个派系 1938年8月 蒋介石的暗头 堆积了如山的电报 一份接一份 全是令人沮丧的消息 安晴失守 马当失守 九江失守 瑞昌失守 在武汉会战的时候 当时各战场都在失利 当时非常需要一个 一个胜利的消息 提振全国的军行事件 1938年9月下旬 日军王牌主立 第十一军团司令官 港村宁寺 命令其所属的 第六 第101 第106 第27师团 兵分三路 向江西德安解放 其中第106师团 一反常态 往德安线的 万家岭山区迂回 去一般军队 是不会进山区的 没有人会想象 你去走那干北的 那些乱山 那种张古山 那些都乱山了 万家岭那一堆是乱山 你走进去干什么 没有人会想象 你走进去 可是你如果 走出来的 就是一个骑兵 就出来 这个超速相当的高 他这个是 这个骑兵 如果成功的话 这个可以 但是是很能的 不久 第九战区 代司令长官薛悦 获得情报 日军第106师团 进入了我方腹地 干北山区 薛悦决定 利用帝氏 设计一个反八子包围圈 先任由敌军长驱直入 再将其一举为奸 情报预判是正确的 这个是他制胜的一个关键 策略对了 但是还是这个骨头 还是得要有一颗 一口钢牙才能咬得下 它毕竟是一块硬骨头 744军是一个关键的棋子 他能不能用好 就决定了整个战役能不能胜 张古山的万家岭战役开始 744军起的作用就是决定性的了 就是说如果这个战役里面 没有744军的话 这个战役是赢不了的 10月1号起 744军58师便与敌人在此展开殊死较量 七战数日 反反复复 势而复得 得而复失 惨重的伤亡 让58师再也无力为继 在这危急关头 能记58师单死重任的 也只有王耀武的51师 要我先生去打 我先生说这个战不能打 他说日本人的骑马 他的强矿子都是比我们强 他说他在打不赢你的时候 他放毒气 然后攻张武山跟那个 攻山头跟城池一样的 他要仰攻 就是仰面进攻 困难很大 你没有足够火力配备的话 除了对你造成很大的伤亡之外 你也达不到攻去对方目标的效果 张武山一手难攻 又没有重炮火力的支援 无疑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在大家沉默许久后 张灵福语气低沉的说 师长张古山就交给我吧 在这个之前 张灵福展现的 可能主要是他的勇的一方面 勇 还没有说他的谋 对吧 他一谋 但是在这次战役中 他展示了他自勇双全的一面 张古山海拔不算高 但是山是陡峭 是万家岭战场的制高点 也是日军抵挡74军 进击的天然的屏障 反之74军如果打下了张古山 不仅可以彻底封死 敌人106师团的深入 更能屈高临下的 直逼敌人的核心阵地 张古山的得势 关乎整个万家岭战役的成败 张古山自然的 也就成为了作战双方 反复争夺的焦点 国军抗战史当中 悲壮的一幕 也由此再次上演 在王耀武开会之前 张灵甫对张古山 进行了一份实地勘察 张灵甫发现 张古山南斗北环 日军的不备之处 在后山绝壁 张古山 上边都是悬崖 所以他就问老不姓 他说 有没有人上去过 那老不姓家 他说 这个没有人上去 他说 那羊可不可以上去 他说羊可以上去 所以我先生讲 羊可以上去 人就可以上去 面对后山绝壁 这位北大历史系的高材生 立刻想起史书中的经典案例 我目前跟我当时说 他一看着自己 到看着也很深才追究 天不明他目前没起来的时候 他又爬着那地方去看书 会写字 他对这个 就是苦美 也苦美文学 他跟我目前经常讲 三国一徒的故事 他说他那个三国演义里面有一段 就是那个江维守建阁 十万卫兵都拿到没办法 那个卫将邓埃 偷越阴平显道 就从他那个后面 偷越过去 他就用了这对典古 然后他得到了这个 王耀武的批准以后 他指挥突击队 从那个张古山的背后 落上去 在张古山 日军守军近千人 从峭壁偷袭可行 但是在兵力和地势上 张领府是处于绝对劣势的 对此熟读兵书的张领府 心中有着自己的盘算 这是张领府他使用的进攻战术 叫宽大正面进攻战术 我的搭法告诉你 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都是我的重点 就是我不让你搞清楚 我的突击你 从哪一面突击你 哪里防不胜防 就叫宽大正面进攻 当然它实际上是有重点的 它的重点 但是它的重点 有支突击队把它隐藏在那个阵型后面 它现在探测你的防守重点在哪里 这次张领府先命三菱武团 从正面阳攻 以吸引日军注意力 当日军投入激烈的正面防御时 再从后山冲出精病 那我先生就晚上带几百人 就上从悬崖爬上去 那个时候中国很穷的 就每个人身上带满了 这个手榴弹 他就到了大概三两三点钟的时候 他们已经在山顶上 我先生一下寒冲 他们都把那个手榴弹堆底下 就把那个日本人炸的 穿裤子的来不及 如果你正面不吸引他火力的话 日军也是比较擅长夜战的 他也不怕你 所以他正是因为 他正面吸引了对方的火力 然后他从后山 他才能起到这种叫 突起自身的这样一个效果 激战没有进行到天亮 张陵甫就彻底占领了张古山阵地 更残酷的战斗 发生在占领之后 日军派出二十余架封炸机 轰炸张古山 高密度的空袭 使张古山阵地全回 从远望去 张古山简直是一组 熊熊燃烧的火山 孤单是日军在这方面 并不甘心 派的飞机远法轰炸 可以说是张古山上 都是死产邪害 这个真是 最后日本人 万一又把他夺回 夺走了 他又阻止干事堆 又冲上去 战后一位国军军官 曾描述到 日军煞弹 不是由飞机上丢下来的 是一筐筐倒下来的 可想当时战斗的惨烈 国军只能在晚上 因为国军缺乏制空群 晚上攀着塘 扒着树 攻上去 白任战 将日军赶下来 消灭掉 白天天亮了日军的飞机 能见度够了 飞机过来一轰炸 留在山头上的 士兵全部都死掉 日军再站上去 第二天晚上 晚上国军又攀着塘 扒着树 攻上去白任战 然后战领山头 天亮了日军又来 又全部战死 就是反反复复是这样子的 张古山是日军 第106士团的唯一生路 日军必然会以死相争 对于张灵府而言 张古山是为在望平 南京死去地区们报仇的机会 是救国救民的机会 张古山之战 成为立场 意志之战 就是张灵府带领的这个立狱 他的战斗意志 是远远的是其他的部队 所没有办法比的 就是赶死的 这种赶死的精神 一波死了 一波又上 其他的部队 很难看见这样一种精神 反反复复在这里拉锯 然后堆尸体 此时不占任何优势的张灵府 唯有以皇府敢于牺牲的革命精神 与日军对抗 身为少将旅长的张灵府 亲自与日军展开了白刃肉搏战 白刃肉搏的时候 因为白刃在拼刺刀 这个是对考验人的 胆量跟勇气的时候 他当时还自己端刺刀上去 给日军拼刺的 这个也是很难做到的 像张灵府他们自己 军官都要上去参加拼刺 实际上也是一种激励士气的作用 因为白刃在拼的就是勇气 大家的士气 某种程度也拼得自己胆量 有的人可能新兵 可能刚刚见到血 吃到见到血就吓尿了 这种可能性非常大的 为什么张灵府身上说 他浑身是伤呢 他这个也是因为 每次都身先四足这样积累下来的 日军一而再再而三的持续增援 战斗持续了五天五夜 张灵府部也付出了惨重的伤亡 在张古山血战中参战的四个团中 共伤亡了五位团长 七位营长 与两千余名中勇官兵 整个山坡都被鲜血染红 日本人因此把张古山称为血铃 鲜血的血铃 就是打得非常惨 这两次在自己战役 这个也是就是说 张灵府在七色四军里面 输入他的威信跟那个影响力 是跟张古山这个直战也有关系 那时候国共合作 共同抗制 抗制以后 这个大戒以后 张灵府在人生日之后 那时候天汉 天汉搞这个东西 咱们国毛若就拍到天汉了 就过去了 几个月后 田汉以张古山之战为蓝本 编写了话剧《德安大劫》 张灵府以真名真姓出现在剧中 那时候的全国位置于这两 张灵府的名声就更大了 太大人说 共产党也知道了 全国人民都知道张灵府了 张灵府和他两千将士的血肉之区 在张古山被万家领大劫打下了基础 不久之后 万家领大劫的消息传到了后方 街头巷尾 鞭炮齐名 全国各地发来贺电55份 新四军的军长叶挺 把这次空前的胜利和平行官大劫 台儿庄大劫并列 称他们是顶足而三 盛名当勇 垂不醒 在万家领大劫当中 七十四军付出了很大的牺牲 截至10月15号 死伤失踪的官兵达到9900余人 超过参战兵力的半数 鉴于七十四军战功卓越 军委会在为七十四军 优先补充了一批武器和新兵的同时 还把五十七师也调入了七十四军的编制 这样七十四军就增加到了三个师 因为这三个师的番号都是以五开头的 从此日本人就把七十四军称为是三五部队 感谢各位收看凤凰大视野 明天见 接着为您播出 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特约之 腾飞中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